地产理财 移民留学 开始达国际集团 夏天到了 那几乎每一个月呢 美国人都会创新出一种又一种的甜品 那我们的任务就是致力于 帮您挖掘这些美食 今天我就为大家带来四种不同的甜品 那这些甜品共同的特点 一定是有让人爱不释手的口味和外貌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甜品就是可颂甜甜圈 可颂甜甜圈的甜品早在2013年 就引起了一阵可颂风波 这种独居创意并且口感独特的甜甜圈 被吃货们描述为 一直长着甜甜圈脸的羊角面包 这种甜甜圈在2013年正式跟世界say high之后 它的粉丝就绕了地球半圈 同年12月被时尚杂志评为2013年25项最佳发明之一 它的创作者还给自己的甜甜圈申请了独一无二的国际商标 这种甜甜圈当然不简简单单是羊角面包 用有特定配置成的叠层面团作为原材料 将准备好的面团放在特定温度下的葡萄籽油中进行轰炸 当面团在油炸下熟了之后 就会在表面淋上糖浆 在甜甜圈内部填充至奶油 并且浇上油料 这里的可颂甜甜圈全部都是每天新鲜出炉的 某些可颂甜甜圈的制作时间甚至需要花费三天 店内每个月只会推出一种口味的可颂甜甜圈 想要品尝到美味的可颂甜甜圈 那就快来这家看看吧 第二个为您介绍的是彩虹百鸡饼 这家百鸡饼店拥有疯狂的爱好者 时常会有将近100多个人把它团团围住 并且只是为了苦苦哀求一口百鸡饼 一探究竟才知道 这家出售的彩虹百鸡饼被称为全世界最美的百鸡饼 百鸡饼最大的特色就是在烘焙前 先用沸水稍稍将已经成型的面团煮一下 能够让面团产生一种独特的韧性和与众不同的风味 低脂肪、低胆固醇、低发酵的特点 店主透露因为制作实在太复杂 每小时平均只能做20个彩虹百鸡饼 经常供不应求 但即使这样它的价格却很亲民 全购售价为3块9毛5 偶尔还可以吃到彩蛋呢 快去这家看一看吧 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反中立不科学奶昔 最近在美国的一款奶昔 被吃货们称为反中立不科学奶昔 milkshake 看到这款奶昔的时候 任谁都会误以为牛顿的棺材板在抖动 反中立不科学奶昔当然不是浪得虚名 它经过了老美吃货们的重重考验下 才得到了大家的追捧 但是为什么它能够赢得大家的喜爱呢 超大尺寸的奶昔放在眼前映入眼帘的 肯定是奶昔顶上满满那些五颜六色 不科学的奶油蛋糕取析棉花糖 当你回过神来的时候 你已经被一堆MM豆 花生酱 奶油 饼干 苏打水和糖浆包围着 为了能让你顺利地吸取奶昔 Black Tab还将一根很粗的吸管 穿过奶昔上面的装饰 这样你就能够慢慢地欣赏 反中立不科学奶昔 不科学的装饰了 这么美味的奶昔 任谁能够拒绝呢 但是如果你在减肥或者健康有问题 例如高血压或者肥胖的话 还是建议你不要食用 因为根据最近纽约邮报的报道 一杯较大尺寸的反中立不科学奶昔 会让你摄入1600卡路里的热量 最后要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甜甜圈奇诺 人们对甜甜圈奇诺的狂热程度 甚至远超了上文提及到的可送甜甜圈 他在杯子里倒入混油巧克力酱的冷泡咖啡之后 接着在咖啡的表面喷上一层浓浓的奶油作为点缀 接着将吸管从奶油的顶部一直贯穿到杯子的底部 最后再将迷你甜甜圈穿过吸管 顶在奶油的头上 淋上少许焦糖或者巧克力酱 撒上一些彩砂糖 一杯完美的甜甜圈奇诺就大功告成了 这么美味的美食却只在周五周六和周日才能买到 光顾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看时间啊 谢谢大家